欢迎来到分享沙龙 今天要给大家分享 你的生命的使命是什么 我们进入陀拉学习的第31周 今天要特别来分享 从31周的陀拉学习中 我们得到什么样的启示 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6月1号开始 我们会进入民数季的陀拉学习 加入我们的联络频单 得到每周陀拉学习的分享 一起学习 一起成长 地位纪21章11节 上帝小于摩西 大祭司不得在仪式上 透过触摸尸体来玷污自己 除非没有其他人埋葬他 今天要特别来分享 不可推卸责任 寻找你的生命的使命 上帝指示摩西 禁止祭司 透过触摸人类尸体 在意识上玷污自己 另外的是 他的近亲 比如他的父母 兄弟姐妹孩子和妻子 以及一具没有其他人可以埋葬的尸体 大祭司有义务埋葬无人看管的尸体 即使在他去至圣所举行赎罪日献祭仪式时 出现这种状况也不例外 但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 如果在一年中最神圣的赎罪日 有一具没有其他人可以埋葬的尸体 大祭司也要离开会幕最神圣的使命 去埋葬这具无人看管的尸体 这给我们的启示是什么呢 首先 照顾同胞的需求 优先于我们自己的树林的服侍 其次 我们有时会遇到一些人 形象的描述 他们可以被认为是无人看管 没有生命的身体 就是那一些不关注自己的精神生活 并在这方面没有其他人可以指导的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必须抓住机会 帮助他们 我们要提醒自己 即使是大祭司 也必须在赎罪日这一天 不顾自己最崇高的职责 埋葬无人看管的尸体 同样 我们也有义务和特权 不仅要照顾一个没有生命的人 还要激发他 使他的树林的生命复兴 与上帝重新连接 祭司的希伯来文是Kohan 他的意思是 仆人或者服务 大祭司的目的不是要统治人民 而是将人们与上帝连接起来 利文人和祭司的独特性 并不是使他们高于其他人 而是他们将自己的生命奉献给超越自身的 服务上帝的神圣使命中 你是你家中的祭司吗 你的家建立家庭祭坛了吗 你的家有上帝的同在吗 当你看见你的家人和周围的人的树林生命 正在哭结时你要做什么呢 向他们表达你的爱和关怀 热情的向他们传讲 陀拉神的教导 带领他们一起学习 和一起遵守上帝的建民 帮助他们重新与上帝链接 欢迎订阅分享我们的频道 在6月1号 我们可以开始民数季的拓拉学习 加入我们的联络名单 得到每周拓拉学习的分享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帮你读书 帮你成长 期待开启更多的奥秘 让我们一起从希伯来原文和犹太根源 学习拓拉 拓拉是神的教导 人生的指南 欢迎订阅分享 耍龙修人给予一个祝福的赞美 愿神祝福你和你的家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